G7峰會就是日本召開 發表了一個G7的宣言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是聲響開中亞會議 也都有宣言出來的 另外烏克蘭總理烏克蘭總統 陳斯基去沙特 都有一個宣言出來的 這三個宣言都交給你幫我們一一解讀 好了 這三個就是國際的會議 一些是峰會來的 我們從西邊數起 西邊是在沙地阿拉伯的海港城市吉達舉辦的 就是有一個吉達宣言出來 吉達的Decoration 這個吉達宣言 原來是阿拉伯聯盟的峰會來的 這個比較特別的 宣言主要是講講阿拉伯聯盟的地區的事務 沒有什麼講國際事務 地區事務第一個他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他們希望內政不受外國干預 某程度上就講了沙地阿拉伯 就是他們希望行獨立自主的外交 或者是一些國賊 好了 當初他又講到一些地方 譬如在也門 因為內戰出現危機 或者敘利亞因為內戰出現危機 就應該獲得解決了 好了 接著解決之後重建了 我們也講了黎巴嫩的政局 黎巴嫩現在的政局挺不穩定的 阿拉伯聯盟就說支持黎巴嫩 重新選擇總統出來 就是說權力鬥爭應該停了 應該給公民 用一人一票形式選擇總統 另外有兩個有危機當中的 一個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 阿拉伯聯盟就希望盡快平息 盡快降溫 盡快將這件事降溫 同一時間蘇丹也是非常不穩定的 有內戰的情況 也希望蘇丹危機盡快降溫 這一個就是本身是吉達的一個宣言 宣言裡面其實不是太巴勒斯坦的 不過有一個特別的人 就突然間飛了去 其實有兩個特別的人 一個就是敘利亞的總統 敘利亞的總統就是阿薩德 阿薩德本來是因為他 是為了對付自己的叛軍 或者自己的一些敵對勢力 在國內內戰的敵對勢力 所以他利用了土耳其 伊朗和俄羅斯 土耳其也不算的 土耳其是自己插入的 伊朗和俄羅斯 去打擊他的敵對勢力 這個變相 就是對於沙地阿拉伯 或者對於阿拉伯世界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不勁 或者非常反叛的行為 因為事實上 阿拉伯國家 是對俄羅斯 或者甚至乎 對這個 尤其是伊朗很忌忌的 尤其是是西壽 在這種情況之下 敘利亞竟然躲在伊朗那裡 藉著伊朗的軍事力量 去壓制自己的叛軍 某程度上 令到阿拉伯國家 覺得反感 所以趕了 他凍結了 敘利亞的一個會籍 但是現在阿瑟特 就回潮了 也去到加特港 就攬著沙地阿拉伯國王 某程度上可以看到 沙地阿拉伯的皇储 那個外交手段 都是差不多的 那就是說 他除了為了 可能進一步的發展 沙地阿拉伯的地位 現在也解除了 和伊朗的敵對 開始和伊朗可能正在建立 或者正在建立一個正常關係 也都本身已經放棄了的敘利亞 也重新拉回他的大家庭 甚至乎做過大哥哥 巴勒斯坦好 黎巴嫩好 都插手黎巴嫩的內政 希望黎巴嫩選過總統 這個某程度上可以看到 我覺得比較觸目的就是 沙地的皇储 那個外交手段其實很强 好了 另一方面 習年斯基突然訪問 也可以看到皇储很大膽 他本身 是捱到俄羅斯 沙地阿拉伯加俄羅斯 再加加阿聯油 突然宣布減產二百多萬桶 而推高油價 某程度上加重了美國的通脹 某程度上還了美國一刀 就是拿刀捅他的通脹 美國的通脹解決不了 他就繼續加息 繼續令到自己銀行業受到災害 繼續令到美國本身 經濟增長的動力受到壓制 好了 某程度上在當時 可以看到 沙地阿拉伯或者阿聯油 捱到俄羅斯 現在他又反轉了 又被澤林斯基來訪問 甚至乎澤林斯基用詞 是罵的 他基本上就說 俄羅斯是入侵烏克蘭現在 沒有理由你們看不到的 就叫中東國家聯盟 或者中東的聯盟 用一個誠實的眼睛去看市民 即是說 他們之前不夠誠實 明明看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本來有聲明很多很臃腫的 臃腫的字可能是負面的頭 是很複雜的 為什麼呢 中國本身跟五個中亞國家 自己就有一個聲明先的 跟著 就有一個西安宣言 西安宣言 就蓋上了六個國家 包括中國和五個中亞地區 五個中亞國家 是共同的一些達成的共識 共識不外乎 中國就放260億人民幣出來 給他們做一個正式的借貸 讓他們可以發展經濟 另一方面 他們六個國家 也承諾承認一個中國 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外國不應該插手 又或者他們也覺得 可能歡迎中國一帶一路 從而發展經濟 建立命運共同體 又或者中國 在新疆連接吉爾吉斯和哈薩克 所以延接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 中吉烏鐵路 又在各個國家 就是持份國家 在他們會後在聲明上 又寫了支援 其實這個就有些多了 因為上年九月 在上合組織的 在這個就是 撒馬爾罕 就是說 在哈薩克的首都舉行的一個峰會 他們已經簽了中國吉爾吉斯和哈薩克三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 備忘錄就是共同發展中國的烏鐵路 某個程度上可以這樣看 一個西安宣言 是最重要的中國想得到的 就是第一 就是五個東亞國家都支持中國的一共政策 甚至乎支持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某個程度上就好像有一個國際會議 好像跟G7對著降那樣 你G7我就施錄 你說台灣問題是中國想片面改變現狀 需要譴責的 我就說這個就是內政不應該插手 這個好像是針鋒相對的 另一方面 G7就是日本港島的宣言 將會出現可能三位成功的說話 中國是最近一個經濟和國際事務上最大的威脅 某個程度上是說中國的經濟抗增是負面的 是一個經濟的霸凌來的 但是在中亞的一個峰會 就是中國和中亞峰會 在西安宣言裡面 反而說中國的一帶一路投資 這個意思就可以令到中國和中亞的五國 是達到命運共同體這個目標 共同體的意思就是 我好你好我衰你衰的意思 就是大家的命運是共同的 某個程度上他們很明顯有爭鋒相對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說回集中說回港島的G7 從來沒有試過 是這麼激烈用這麼重的字句 去針對中國的 他當然是有對俄羅斯進入烏克蘭 是繼續擺在重要的位置 而事實上G7的國家 對著烏克蘭是說明是一同面對的 就是說是共同的 就是說我們一起面對的 俄羅斯是 好了 但是這次就加到中國那裡 是多了一個重一點的語氣 就說要中國去勸服搞定俄羅斯 就好像說到俄羅斯現在不就范或者入侵 中國是有一個支撐的狀況 所以中國是需要叫俄羅斯停火 另一方面又說中國經濟是一種侵略或者霸凌行為 或者甚至乎陳偉成這樣說 就不是在那個G7峰會的 是自己面對記者說的 就是中國是近年最大的一個經濟和社會的威脅 這個某個程度上國際社會威脅 他雖然說要跟中國建立一個建設性的關係 甚至容許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發聲 但是很明顯 政策轉向到 拜登希望其他的工業國 視中國成為一個博弈對象 同一時間 在港島除了這個G7峰會之外 原來日本另外請了8個國家去參與 包括巴西、澳洲、印度或者南韓 這些國家 甚至非洲聯盟都有去到的 這個某個程度上 似乎日本做的東道署是想擴大G7的影響力 當中習廉斯基有去的 本身巴西是站在俄羅斯那邊的 本身的中立 實際上是不幫習廉斯基的 甚至覺得歐洲和習廉斯基 對俄烏戰爭現在有一個站的 但是習廉斯基在這個藉主的機會 邀請要見巴西總統 究竟結果會怎樣呢 令巴西尷尬 也可以大家看到 就上個月而已 一連串很多國家的領袖 去了北京訪問當中包括巴西總統 大家當時覺得巴西 會跟中國建立一個緊緊貿易關係 又說要用人民幣做結算 結果現在我們看到巴西總統 也去了日本參加G7 甚至會見習廉斯基 所以你看到這個博弈 就是說G7峰會和中亞峰會 博弈某程度上大家鬥立一些票 每一個國家的一張票 鬥立多一些票 就是博弈的一部分 某程度上包括講到宣言 就是G7的宣言 包括中國和中亞五國的西安宣言 或者阿拉伯聯盟的吉達的宣言 其實某程度上可以反映到 現在局面現在局勢是多麼不穩定 以及吹向於一個不是太過 是令人覺得很和平 或者很平靜的局面 你分析得很好啊 巴西你說它跟中國用人民幣交易嘛 是不是看到一個中國的外匯的調查報告呢? 應該是今年3月還是4月的調查報告 就說中國的和境外的貿易外貌 用人民幣交易去到48% 用美金是47% 是差不多2009年的 如果沒有記錯2009年開始 從首次用人民幣交易 就高過美元交易 可以在2009年的時候 人民幣交易是一年來的 現在差不多可以去到一半了 是的 一半了 輿論就覺得現在就是人民幣 就是挑戰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呢? 就怎麼說呢?它又進了一步了 就現在你怎麼看呢?實在巴西都去了日本 日本揮支撒峰匯 這個說的就是中國本位來的 就是說中國對外貿易當中 有47、48%左右是用美金交易了 這個是中國的對外貿易 不是全世界之間的貿易 如果中國對外貿易和全世界之間的貿易呢 其實佔的百分比都是只有20%之內 20%左右 我當20%左右 當中一半就是說在全世界的交易裏面 人民幣佔了10%左右 之前人民幣大概佔2點多%而已 大了大約4點多倍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但是並不是挑戰到美國的地位 因為中國是10% 歐羅10% 日元和英鎊都是大概2點多% 就是說大概25%是不用美元的 當中用美元仍然有75% 就是說國際結算在現在的處境這個局面 大概有75%用美元 10%用歐羅 10%用人民幣 2%用日元 2%用英鎊 大概是這樣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等於人民幣可以挑戰到美元的地位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遠遠不是 但是這個局面也似乎這個發展是有些局限的 局限就是說 願意用人民幣做交易的國家其實是看準一點的 就是人民幣在當時 在2019年開始推行到現在 是相對 相對是幣值穩定的 但是很自然去想的了 就是一些國家願意跟大陸做生意 是用人民幣結算的話呢 人民幣的匯率是對美元穩定的話呢 其實它變相就用了美元去做這個交易而已 因為它不會有利率風險的嘛 但是你知道呢 剛剛在近這幾天 人民幣跌穿了七線 跌穿了七線 由六個九毫四六個九毫半 跌到現在七個零二七個零三 某程度上呢 人民幣有波動了 如果人民幣波動如果大的話呢 其他國家你以為會縮還是谷呢 一定會縮 因為它拿著人民幣結束回來 然後呢 原來就打個折給你的 當然是不肯定了 是不是呢? 嗯 或者是不肯定 可能我去試本 是啊 就是說呢 簡單講呢 這個你不能夠看成太政治的 參與的國家呢 其實只是呢 你都是大國 我跟你有交易 其實是有好處的 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你的幣值這麼穩定 其實我等於用美元結算沒有分別而已 因爲呢 跟著我可以在另一個市場呢 將人民幣見到美元的 我不一定呢 在人民幣結算之後呢 在它的國家的外匯儲備呢 就用人民幣來擺在那裡 未必假的 好了 但是當人民幣浮動了 動得厲害的時候呢 甚至貶得厲害的時候呢 它當然不會用人民幣結算啦 一定受到壓制啦 我寫包單了 如果現在這一刻 人民幣結算已經佔了人民幣 就是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一半 就當成這樣啦 當人民幣下跌的話呢 我保證這一步會跌 向下跌 保證會向下跌 因爲沒有一個國家願意這樣做市本生意的 就算了 說你會讓它們看得很大 在這兒呢 有一個國家願意的 就算了嗎 你會讓它來